好,小车 有空接了两个气面是吧 一个驱动气缘 3到8公斤 再接上淡金瓶 淡金瓶 淡金瓶 再接上淡金瓶以后 然后呢,就可以进行操作了 另外呢,加装台这边 所有的针盘都要关闭 所有的针盘都要关闭 随关闭状态 这就是这个加装台的 要放这个密封圈 这个密封圈 然后上面的密封圈 这个电板 电板上面的密封 最后把插枣卡住 这准备工作 整个完成 这以后 加紧的这个阀 手拉阀打开 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 这时候呢 把那个阀打开 这时候呢 再次加紧 按压板 按压板 够于加紧状态了 这时候呢 可以进行一个调压 把氮气前的 一口的开关 打开 然后呢 把压力表 做压力表 打开 打开 这时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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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门卡座的开关 打开 校验 拔 慢慢开启 再拔慢慢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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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次压力 压力表 再逐步再生压 现在是 这个 安压板属于起跳 起跳 因为有起跳压力 现在抓的是临时表 我们到时候 把这个 焦密 有些密表 在包装盒里 先用 再装上 这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 卸车盘 一起卸掉 再装上 还有一个 保压状态 就是整定压力的 百分之九十 压力稳定了一段时间 对 再进行一个 保压状态 再进行一个 保压状态的一个测试 这时候呢 那个 压力也达到它们一程 按烟管的使用压力是90% 被压力切掉以后 这时候呢 可以把加点 加点准开了 按烟管的使用压力 可以拿开 测试完毕